前七天,网上对安徽省鹿安市的读音展开了讨论 因为央视等节目的主播也曾把它读成了六安 从现在的汉语字典来看,六却是只有六这一种读音 可从当地文化来看,鹿的读法已经流传很久了 古时候的鹿安是鹿国,后来才归顺周朝 而当地人也就把鹿这个古音流传到了现在 当然,作为新闻主播,肯定是要按照现在全微审定的字典来发音 地方特色可能不会那么顾及,所以念六安也是没问题的 其实,这样容易念错的地名在中国并不少见 比如说江西的岩山,据说也是因为方言 当地图画就把铅笔读成岩笔 再比如北京前门的大石烂,要是想打车去时念成了大栅栏 没准都会闹出笑话,同样容易错的还有安徽的伯州 不过念错的原因倒和方言关系不大,只是大家把伯字看成了豪字 类似的地名还有很多很多,像重庆的福林,浙江的里水,广州的潘鱼等 小伙伴们都面对了吗?